北京时间7月30日 巴黎奥运会乒乓球混双决赛 中国组合王储钦孙颖沙 4比2击败朝鲜组合 李正熙金秦英夺得金牌 这是中国代表团本届奥运会第6枚金牌 乒乓球混双有16队组合参赛 孙颖沙和王储钦是头号种子 朝鲜组合李正熙和金秦英是16号种子 两人之前很少参加正式比赛 在首轮爆冷击败日本组合后 一路打进决赛 成为本届奥运会的最大黑马 上届奥运会国拼并未拿到混双冠军 这次重任压在孙颖沙和王储钦的肩上 决赛第一局 王储钦和孙颖沙掌握主动 11比6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朝鲜组合在7平后连续拿到4分 11比7颁平总比分 第三局 王储钦和孙颖沙开局5比2领先 朝鲜组合追了2分 孙颖沙王储钦连续发力 9比6领先 朝鲜组合再追2分 孙颖沙王储钦叫暂停 暂停后 孙颖沙和王储钦连拿2分 11比8拿下这一局 2比1领先 第四局 王储钦和孙颖沙开局3比0领先 朝鲜组合叫暂停 暂停后 王储钦和孙颖沙依然掌握主动 7比2拉开分差 朝鲜组合连追3分 中国组合没有慌乱 11比5拿下这一局 3比1领先 第五局 朝鲜组合开局4比1领先 王储钦 孙颖沙追到3比4只差1分 朝鲜组合连续发力 8比3抢占先机 困难时刻 中国组合连追3分 6比8落后2分 朝鲜组合加强进攻 11比7扳回一局 追到2比3 关键的第六局 中国组合3比1领先的情况下 被追平 王储钦一个幸运的擦网球得分 4比3再次领先 朝鲜组合又连续得分 7比5反超 孙颖沙和王储钦打出3比0还击 8比7领先 朝鲜组合追平比分 孙颖沙直线进攻得分 9比8 王储钦给孙颖沙竖起大拇指 中国组合再接再厉 10比8拿到赛点 11比8胜出 总比分4比2夺冠 在赛前采访中 孙颖沙认为 决赛的过程注定无比艰苦 王储钦说 朝鲜组合的实力非常雄厚 此前 孙颖沙还曾在采访中喊话 王储钦希望能顶峰相见 谈到巴黎奥运 直言记住热爱这件事 全力以赴 王储钦则回应 孙颖沙喊话 他已经到顶峰了 我还没到顶峰 我努力争取到顶峰 并表示 会把巴黎奥运 当成自己最后一届奥运去准备 这样才会不留余力